当今世界第一强国是美国这是毋庸置疑的,这也是美国靠它那强大的经济实力。 今是实力向大家证明过的,美国这一个世纪以来,大小战无数。 那么这些战争美国都赢了吗? 其实并不是。 据小编了解,朝鲜战争美国就狠狠摔了一跤。 正如美国是一个非常好面子的国家,在过往的阿富汗战争、叙利亚战争中,美军即使已经深陷泥潭,都要尽量储存颜面,声称已经完成最初的作战目标。 撤离是有目的的,是为了更好的执行下一步作战计划的。 但是美军战争史上,确实有一场连面子都顾不上的战争。 那就是上个世纪的越南战争。 美军当年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十几年,耗费人力物力无数,却没有实现战争初期定下的战争目标。 到了战争后期,美国美军已经焦头烂额。 他们不停地向北越示好,甚至放弃了一直扶持的越南总统。 可是北越是铁了心要狠狠教训美军一顿。 北越军队不仅没有听从美军的请求,反而加快了对美军在越南最后的集散地西贡的包围。 在1975年4月27日,北越军队已经完成了对西贡的包围。 他们的火炮、导弹都向美军多处重要基地倾斜。 美军定好的撤离计划,根本无法得到实施。 只能启动紧急撤离计划,放弃原本要带走的部分越南民众和一些重要物资。 然而听到讯息的越南民众都疯狂了。 因为他们都是常年服务于美国的亲美分子。 留在这里绝对是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,这些人拼命地往美军战舰上挤。 美军一瞬间撤退秩序大乱。 只能将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推下大海,让难民上舰。 最后据美军统计,一共带走了四万多名越南民众和一千多名美国人。 此意可谓事事让美军名誉扫地。